2000年鲨鱼皮泳鱼第一次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伊恩索普穿着这件鲨鱼皮泳鱼一举懒货三枚金牌 首次亮相的鲨鱼皮泳鱼轰动了整个世界 穿上它游泳能够提升速度大约3%到7.5% 强大的提速功能仿佛给运动员开了加速的buff 据说一件鲨鱼皮泳鱼为了保证效果只能穿6次 但是售价竟然高达7000元人民币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种昂贵的泳衣 于2010年起被国际泳连全球禁用了 一件小小的泳衣到底被试了什么样的魔法 竟然有如此的功力呢 鲨鱼皮一如其名 它最初的灵感就是来自于鲨鱼了 鲨鱼可是海洋里面的游泳健将 平均速度达到了35公里每小时 追击猎物时甚至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 惊人的游泳速度与它的皮肤结构紧密相关 鲨鱼皮看似光滑 但通过显微镜观察 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 这是一种龙骨骨状结构 每一块鳞片上都有两个微型的折皱 鳞片大小不一排列有序 紧密结合的微型鳞片之间形成的勾潮 可以让水流快速从中流过 大大减少了水流摩擦力 提升游泳的速度 受到鲨鱼皮的挤发 世界著名游泳衣制造商Speedal公司 就独家研发了鲨鱼皮泳衣 它们采用纤维模仿鲨鱼皮鳞片的结构 引导水流减小阻力 并对鲨鱼皮泳衣进行不断的改良和升级 NASA还研发了一种降组传播图层 这种图层增速效果明显 帮助美国星条旗队赢得了1987年 每周杯帆船赛的冠军 虽然这种材料和鲨鱼皮泳衣 最后都被竞赛了 但名声大噪的鲨鱼皮已经被更多行业看到了 鲨鱼除了游泳速度快 相比起海洋当中的其他大型生物 鲨鱼还没有被藻类腾乎的海洋生物产生的困扰 原来鲨鱼皮除了提速 还具有天然抗污的能力 鲨鱼皮肤上的微型褶皱 能够减少微生物和皮肤的接触面积 微生物在鲨鱼皮肤上抓不牢 站不纹 更容易被海水冲刷掉 科学家就由此获得了灵感开发出了一种传播图层 打开了无独环保的房屋设计新思路 海上船只航行久了 劲爆在海水里面的船身就会吸引藤壶等生物 如果船只不使用防护涂料 不出两个月 船底就会被各种海洋附着生物覆盖得面目全非 这会对船只带来重大的影响 船只航行受足 不仅会大大降低航行的速度 增加燃料的消耗 还会加速船身腐蚀缩短船只的使用寿命 因此防污防腐涂料一直是船舶工业研究的热门课题 过去人们对这些讨厌的附着生物往往采取的是最暴力的毒杀策略 但这无疑会对海水造成污染 对海洋里面的其他生物也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研究小组就利用鲨鱼皮的原理研制出了一种对环境无害的传播保护涂层 它由数十亿个微小的菱形突起物组成 在小功率电流的作用下 这些菱形突起物通过动态变化能够有效地避免藻类贝类等生物的附着 鲨鱼皮除了在海洋当中大放异彩 科学家还计划在锋利电机的叶片上 还不说鲨鱼皮涂层 实验表明 这些涂层可以减少散液与空气的阻力 同时还能够减轻散液的重量 从而提高发电的效率 一台锋利电机的电流输出量将提高5%到6% 哎呀 鲨鱼一定不知道 自己为了生存进化出来的皮肤 竟然能够为人类各行各业带来这么多的福利 鲨鱼皮涂